大家好,我是小周老师 今天的课程内容是使用hack的剑图算法 来完成Rosemaster机器人的剑图 在教程的开头有提供4个链接 这里是关于hack的剑图算法的一些相关资料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那么hack的剑图算法的特点是 它不需要去订阅里程记AudioM的信息 它是使用高速扭动的方法 直接使用激光雷达估算里程记的信息 但是机器人移动速度较快时会发生打滑的现象 导致剑图效果出现偏差 所以它对传感器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在剑图的时候尽可能的将小车的旋转速度调至较低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车型 修改点hack中的车型型号 例如我这里使用的是X3迈轮小车 那么就需要把这个参数设置为X3 大家是需要根据自己购买的型号去设置 而不是需要和我设置的一样 X3雷达是A1 设置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启动这个箭图算法了 首先我们要启动这三条命令中的其中一条 它们对应的分别是 第一条是启动雷达加底盘驱动的相关节点 第二条是启动M相机加雷达加底盘驱动的相关节点 第三条是启动奥比重光相机加雷达加底盘驱动的节点 我们启动其中任意一条就可以了 其中里面的摄像头对我们本次的箭图的作用是不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启动雷达加底盘驱动节点 也可以启动这个加摄像头的相关节点 这里我为了方便给大家演示 就启动这个二比重光相机加雷达加底盘驱动的相关节点 然后我们再另开一个终端 在机器人里面启动箭图命令 这里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对应的是是否打开可视化 第二个参数是选择箭图算法 我们本次在虚拟机打开我们的仿正界面 所以这个第一个参数我们选择false 第二个参数我们选择的是hack的箭图算法 接下来我们在虚拟机中打开我们的可视化界面 键图可视化 这里我已经提前将虚拟机与小车设置了多机通讯了 那么我们直接启动这条 可以通过这个鼠标去移动这个地图 我们把它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呢控制小车移动 移动 收集整个地图的信息 可以通过手柄来控制 也可以开启这个键盘驱动的节点 键盘控制的节点 使用键盘和手柄遥控呢 都首先都需要将速度旋转速度给降下来 那么现在就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通过IJ逗号 L控制小车前进后退 左转右转 通过K来控制它的停止 那么现在这边的地图没有跑逼合 那么我们要遥控小车到这边的区域去 我们要遥控制小车 我们现在地图就差不多已经跑闭合了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在实际的镜图过程中 其实是没有用到摄像头的 大家如果要使用摄像头的话 可以在这里添加摄像头的话题 那么这样子摄像头的图像就打开了 这里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摄像头查看到的环境 那么我们镜图完成之后 现在地图已经跑闭合了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地图保存 保存的话是使用这两条命令中的其中一条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地图已经保存到了这个路径中了 那么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路径去查看一下我们当前保存的地图 就是这个 这个是图片 保存的地图的图片 我们可以放大来查看 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的这个环境界面 这个地图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地图的YAML文件 打开以后可以对照着这个下面的这个参数解析来理解一下 里面的第一个参数是表示地图的路径 可以是绝对路径 也可以是相对路径 第二个参数是地图的分辨率 第三个参数是地图左下角的2D位姿 第一个参数是X 第二个参数是Y 第三个参数是YAW 这等于0的话表示没有旋转 第四个参数表示的是是否颠倒黑白 自由占用的意义 第四个参数是占用概率大于这个预值的像素 将会被认为是完全占用 第五个参数 第六个参数是占用概率小于这个预值的像素 会被认为是完全自由 那么下面这里呢 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和服务了 这个首先他会订阅这个scan的这个话题 这个表示的是激光雷达扫描的深度数据 然后还有这个系统命令 如果自普创的reset将会把地图和机器人的姿态重置为初始状态 还有发布的地图会发布这个地图的Mate数据 发布地图的Zag数据 发布这个无斜方差的机器人姿态估计 还有具有高伺服确定估计的机器人姿态估计 下面的这个呢是相关的服务 接下来我们来查看节点 我们来查看节点 这里呢就是小车的整体的节点图了 我们本次主要使用的节点就是这个 Hact Mapping的这个节点 它会订阅这个话题 因为它是不需要去订阅里程记的消息的 它是使用高丝牛顿的方法去估算里程记的信息 它还会订阅一个这样的雷达的扫描的数据信息和TF的数据 然后会生成地图的消息发布到这个Map的话题中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程序中的配置参数 这里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默认的参数即可 我们出场前已经给大家把参数调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呢 去微调这上面的参数 这里我们把所有的参数都列出了 这样的表格有它的这个参数的名字 类型默认值和描述 第一个BaseFrame表示的是机器人的机座标系 对于定位和激光扫描色的变化 还有MapFrame地图的坐标系 AudioMFrame里程记的坐标系 还有下面的这个分辨率 地图的尺寸 Map的圆点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详细的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那么本次使用的TF变化 必须的TF变化是 Laser激光雷达到BaseLink的激光变化 它通常是固定值 是激光雷达坐标系与激坐标系之间的变化 一般由这两个话题发布 这两个其中一个发布 发布的TF变化是 由地图到ODOM 机器人的姿态当前估计值 现在我们来查看一下TF数 这里就是这个TF数了 通过这里我们可以查看 它们之间的一些的关系 位置关系 这里地图到这个ODOM 还有这个阶点 这个位置 然后呢 从ODOM会到Base Freedom Print 这个呢是表示 机器人投射到地面的点 再到BaseLink机器人中心 机器人中心连着机器人的轮子 这个是前左轮 雷达连感 雷达后左轮 摄像头连感 前右轮 雷达和后右轮 它的上面的轮子 雷达摄像头等等 摄像头连感 连的是这些 这些呢 都是表示的是奥比中光相机里面的RGB的摄像头 和深度的摄像头 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